首先复盘一下两次危险接近中国空间站直接威胁中国航天员生命安全的两颗星链卫星到底是如何肇事的 第一次紧急避碰发生在7月1号 肇事者是星链1095卫星 这颗卫星自2020年4月19号起稳定运行在平均高度约555公里的轨道上 但是2021年5月16号至6月24号 该卫星持续降轨机动至平均轨道高度382公里 7月1号该卫星与轨道高度约39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之间出现近距离接近事件 迫使中国空间站于当天晚间主动采取紧急避碰 奇怪的是在中国空间站紧急避碰后 星链1095又开始继续降低轨道 最终焚毁于大气层 第二次紧急避碰发生在10月21号 肇事者是星链2305卫星 从10月16号起 这颗卫星自350公里高度开始升轨 在10月21号前后达到390公里 与中国空间站发生近距离接近事件 为确保中国航天员安全 中国空间站于10月21号又一次实施紧急避碰 规避两目标碰撞的风险 分析指出中国空间站是全球仅有的两个正在运行的载人空间站 之一轨道参数是公开的 美国政府和掌握星链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绝无可能不知道中国空间站的具体位置 因此星链卫星两次太空碰瓷 性质极其恶劣 据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网站发布的文件显示 中国常驻菲尔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12月3号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普通照会表示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射的新链卫星 今年曾两度接近中国空间站 出于安全考虑 中国空间站组合体两次实施紧急避碰 中方表示 根据1967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 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 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 外空条约第五条规定 各地约国应把其在外层空间 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 所发现的能对航天员的生命或健康 构成危险的任何现象 立即通知给其他缔约国或联合国秘书长 据此 中方向联合国秘书长通报了这两起 对中国空间站搭载的航天员 生命健康构成危险的现象 2021年12月29号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证实此事 并指出 美国口口声声宣称 所谓负责任外空行为概念 自己却无视外空国际条约义务 对航天员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外空不是法外之地 各国都应尊重并维护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外空国际秩序 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维护载轨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和空间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 那你就得负责到底 如果你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情况 那实际上你应该是有预案 有解决方案的 而不是说你就把这堆东西发射上去了 然后自己出了意外 你说这是个意外 我不管 这也是非常之没有道德的一种行为 2019年9月 欧洲航天局的风神气象卫星 为B壮星链四四卫星被迫紧急改变轨道 欧洲航天局官员指出 当时风神气象卫星与星链四四 都在距离地球320公里的轨道上 风神比星链四四早9个月在该轨道上运行 而星链四四原本的轨道应该在440公里到550公里的区域 突然下降是为了测试卫星的脱离轨道功能 在美国军方就两颗卫星可能相撞发出警告后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拒绝改变星链四四的轨道 最终欧洲航天局被迫改变风神的轨道 它验证自身的自主规避技术 因为我们说它的卫星实际上有这方面的能力 但是只不过相关的技术需要在太空中做测试 那么这种测试 SpaceX可能会用其他国家或者组织的航天器作为目标 那么当然我们这种行动应该来讲不太负责任 今年早些时候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英国通讯卫星上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航天研究组负责人刘易斯指出 统计显示自2019年5月 首批美国星链卫星发射以来 航天器接近事件就不断增加 目前每周有约1600起航天器接近事件 与星链卫星有关 占此类事件的50% 其中还有两个航天器之间仅间隔一公里的情况 英国太空物体追踪公司 北方航天与安全的创始人迪斯雷指出 马斯克发射的卫星几乎占用了最好的轨道平面 在太空建立了星链帝国 欧洲航天局长阿什巴赫警告 美国星面的扩张正在挤压其他国家的太空探索 大亚